最近在中国网络上出现一则子虚乌有的消息 称乌克兰送了中国一分大礼 让中国不再害怕萨德反导系统 这一充满想象和猜测的文章 谈到的是洲际导弹生产技术 苏联SS-18撒旦系列导弹和中国的东风41 并武断地认为东风41就是源于乌克兰私下向中国转让的撒旦导弹技术 对于这种说法 了解这两种导弹的俄罗斯军事专家瓦西雷卡申 在7月25日为俄罗斯卫星网站写的评论文章中称 这种观点是真实与虚拟的奇异结合 根本不能说东风41是完全模仿苏联时期在乌克兰境内制造的撒旦导弹 卡申分析称 把东风41和撒旦导弹放在一起 就可以发现它们的几大不同点 一是两者的燃料不同 前者是固体后者是液体 二是两者的体积不同 前者直径为2.2米 后者为3.0米 而且撒旦导弹长度在32.6至36.3米之间 比东风41的16.5米长一倍 两者悬殊很大 三是东风41首先是公路机动部署 其次才是铁路和地井部署 而撒旦导弹体积巨大 几乎就是地井专用型号 四是在发射总体质量上 撒旦导弹为211吨 东风的发射重量在60吨左右 撒旦导弹如此重量体积的 巨型导弹的生存能力 肯定要相对弱一些 很明显 东风41导弹和撒旦导弹 没有半毛钱关系 塔申的上述分析 等于是给国内一些 胡州八扯的伪军民一记 响亮的耳光 因为他们对中国国产武器的不自信 以及对外国武器的崇拜 遭到了来自源头的批判 除了说中国东风41 模仿了撒旦导弹外 另一种认为 东风41借用了SS24手术刀导弹技术 在说法也纯属牵强附会 有人之所以硬把这两者凑在一起 是因为他们均具有铁路机动型号的缘故 但同属铁路机动型号就有继承关系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根据SS24手术刀导弹的数据 其导弹长为21米 直径为2.35米 射程为1万公里 可配配8至10枚分导式核弹头 打击精度为200米 而东风41的数据更精感 比如东风41导弹总重仅为手术刀 导弹发射重量105吨的一半稍多些 致使后者的铁路机动型常常损坏铁轨 也没有公路机动型号 同时该导弹射程仅为1万多公里 与中国的东风41差距很大 因此 硬把两种毫不相关的导弹联想到一起 实际上是贬低中国的军工发展 是对国外技术的盲目推崇 有军事观察员对军情最前言表示 如果说中国曾借鉴来自乌克兰的导弹技术 这一点无法否认 但要说直接引进其技术 甚至说乌克兰送中国一份大礼之类的护画 则就有些对不起中国广大航天一线技术员工 更对不起那些为东风41的成功 而心情耕耘的科研人员了 因为东风41导弹完全是中国自主研发的 大威力洲际弹道导弹 感谢观看